有妾贼趁着台风夜到阳明山上的豪宅行窃 这个妾贼在昨天晚上从窗户潜入了两户民宅 但第一时间没有得逞 随后选了要价上亿元的豪宅闯入 偷走了贵重的珠宝 首饰等等物品 警方钓鱼监视器三个小时之内在旅馆带到人 台风夜白衣男子鬼鬼祟祟潜入民宅 先用手电筒照一照准备入内行窃 偷完贵重物品后太匆忙还不小心跌了一跤 鞋子还掉了 赶紧起身捡起来火速逃走 过程都被监视器给拍下警方立刻追 大批警力冲到旅馆停车场 雨衣雨鞋还放着晾干 确认人才刚回来立刻破门而入 上前将人压制因为这名窃贼很嚣张 趁着台风夜跑到豪宅行窃 占星男子三号深夜趁着台风夜 警方忙于救灾 偷偷潜入位于阳明山两户住家 破窗入屋 但第一间行窃被发现没有得逞 立刻逃逸 随后选了要驾上议员的豪宅闯路 并窃走屋内翡翠戒指手镯等物品 接着骑着悬挂甲车牌的机车 躲到汽车旅馆内 管家发现家里被翻箱倒柜 吓得赶紧报案 现场并炒获阿维他命吸食器 并取货翡翠戒指手镯 项链 名牌外套等账户 据了解 遭窃的豪宅主人为经商老板 把豪宅当作度假处 平常只会由管家负责管理 才会让窃贼有机可乘 警方三个小时内得到人 连同毒品等罪 一送侦办 借王景陈冠明台北报道